歡迎收聽輕鬆電台 Chillis Radio FM 96.9 這裡是台日哈什麼 哈 今天再次我們的臉書還有IG 加入臉書社團跟我們聊天 每個月都會抽CD還有小禮物 最新的12集節目可以在官網 Chillis 96.9 FM聽得到 想要重溫更多精彩內容可以搜尋Podcast 歡迎繼續投稿Jani's阿露阿露 還有AKB阿露阿露 大家晚安我是妮妮 我是七七 我是那邊 今天是4月13號的晚上 是什麼大日子啊 很重要的日子 是什麼 一週年 Bravo 天啊已經一週年了 4月13號去年2020年4月13號台日哈什麼哈 第一集 我們很勇敢的第一集就給他播下去 而且我們第一集的來賓很厲害 很厲害 三位重量級的 其中這一位坐在我們現場 我們剛剛自我介紹了嗎 介紹了 突然很迷茫了有沒有 實時關回溯 還想有嗎 有有有有 第一集就是我們的AKB48 TeamTP的 余琴 對還有品寒跟肉肉 還有宣傳第三張單曲 看見夕陽了嗎 品寒到現在已經第四張了 我們那邊首張 已經到烏吼了 從夕陽到烏吼呢 而且第三張我們那時候真的是得到三位簽名 真的 開心 很快樂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找我們來 你們會送第四張給聽眾朋友嗎 我幫你們聯絡一下公司 Yeah ありがとう 謝謝 真的 很感動 時間過好快喔 突然覺得 原來我已經在這邊一年了 過了一歲了 我們今天應該會有很多心得跟感想吧 應該有很多 我這邊有厚厚一點 讓我手抖的東西 那個是你粉絲的心得跟感想 不是你的 他們也陪我一起成長嘛 所以代表著我 這個IDOL也太厲害了吧 好可怕 我們要把一年前的歷史播出來給大家 不是第一集吧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可以嗎我可以嗎 美安美安 可來可來 聽聽看一年前的我們 我好像也不能說不行 理整接受 好 這個我們先從AKB48 TeamTP 他們第一次為輕鬆電台錄的台湖 很可愛喔 來聽聽看一年前的少女們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變化 好 來 當夕陽 翔翔著夢晚霞 一片驚慌 你要往 Baby媽媽 你現在收聽的是 輕鬆電台 FM96.9 我們是 AKB48 TeamTP 我是宇晴 我是品涵 我是一樓 收聽Challax Radio 跟我們一起吸收 天空的維他命C 天空變成日常 你不放 給你自己的答案 WOW WOW POP 而且語琴為什麼要一直用羞澀的表情 不是覺得很羞恥 不要學得羞恥 因為到現在都還在放 一直在放喔 我們有把那個音樂換成誤吼 謝謝 打新單打新單 不管放哪一首 都有我的聲音 我跟他們一起同在 好可怕 很可怕 就是我們這樣一年而已怎麼感覺差很多 你會覺得差很多嗎 是可愛度還是成熟度不太一樣了嗎 就是可愛度 男人說大家好我是宇晴 那個晴的晴怎麼回事 有自己抓到自己的那個點 我是宇晴 這什麼 偷偷看還是故事 可是這應該還好而已 我們還有剪一個對 還有 沒有了吧 SOLO的 SOLO的 來聽喔 好唷 大家好我是宇晴 我的綽號是七七 那我是一騎生 那在團體的擔當呢 比較特別一點 是賢妻良母的丹丹 因為我們人太多了我們需要找一點比較不一樣的抬頭 所以你很會做飯 會做飯 對就是比較會照顧人的那種感覺 現在好像還是一路走來 媽媽的部分 始終如一 至少我那時候給自己的抬頭是對的 永久延續下去 方向定位是對的 可是我覺得第一次雖然有點青澀 但是我覺得還蠻沉穩的耶 對啊 可能我的聲音比較故作鎮定 真的嗎 我聽得出來我內心的彷徨跟尖叫 自己聽得出來了 所以這也是七七第一次上電台嗎 不是吧 不是 但還是會緊張 因為就是覺得天啊 感覺就是會比較需要講很多很多話 那種品寒跟肉豆都比較安靜 想說完了隊長不在 好我要自己自力更生要努力了 很想念詩雅這樣 有有有 我們每次節目沒有詩雅都說 怎麼辦詩雅不在姐姐救我 想哭這樣 那到現在呢 現在有比較好 就是成長 慢慢熟悉了 一年之內 現在很會說話好不好 謝謝 而且其實我對語情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方 對就是說話也很沈穩 跟那個資歷跟還有一些年齡有關 有關有關 你不要每次都在那邊講自己年紀很大 相較於 在這裡應該是最年輕的吧 不是相較於團內來講 就是這種能力要具備啦 的確是啦 這也是你的一種武器啊 對對對 能力值 戰鬥值 OK的